Hello! Can I order something please? A few moments later 咦? 為何還未有人過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Ophelia 歡迎回到來的頻道 今次會跟大家說一下英國和香港的禮賢文化差異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大家要注意 來到有什麼要做 才可以快快融入英國的社會 有什麼千萬不要做 不然外國人就以為你是傻仔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件事就是英國人非常注重私隱 Ophelia! Stay away from me! Why are you staying so close? 很多時候英國人不會發聲跟你說 走遠一點都不行 但可能心裡他們會這樣想 因為他們是非常注重人知的文化 例如平時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走遠一點 例如一個arms length的位置就最好了 就不會走遠一點跟他們聊天 他們就會很尷尬 知道嗎? 他們就想 這麼奇怪 這個人走遠一點 為什麼呢? 香港人不是這樣的文化 另外他們都非常注重私隱的 privacy 例如錢的問題 年齡的問題 這些就盡量不要問 例如你見到他戴著一隻很漂亮的錶 你想問他多少錢 都不要問 因為他會覺得你問了的話 他會覺得你很粗魯 因為跟你都不熟 或者就算熟 都不會問一些關於錢的問題 這些就是他們的文化了 第二個英國文化是什麼呢? 就是英國人非常注重禮貌 是一個紳士國度 你出到街 無論你見到一個認識的人 還是一個不認識的人 他們都會跟你說 Hello,Hi,Have a nice day 我們會說 See you later 如果大家見到一些不相識 或陌生的人 你都可以嘗試這樣做 他們多數都會跟你聊多兩句 是非常輕鬆開心的文化 另外就是他們對家人 都是非常之有禮貌 甚至乎是多於對外面的人 例如你家人煮飯給你吃 他都會毫不論識地跟人說Thank you 又或者你去到餐廳吃飯 那市應生遞了一個食物給你的話 你都會轉頭跟人說Thank you 別人就會覺得你非常之有禮貌 這裏就是禮多人不怪的一個文化 另外就是很多人 香港都不太常見 就是你走商場的時候 盡量開門給人進去 看看後面有沒有人 有人就開門了 沒有人就可以關門了 多數人都會跟你說Thank you 香港這麼快的步伐 很多人都不會幫人這樣做 別人幫他這樣做都不會說Thank you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學習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送禮物給他們 不需要送些很貴重的東西 他們是物輕情易重的民族 也不太介意你送是不是有牌子的東西給他們 例如你可以送譬如 像朱古力或者送花都很開心 甚至乎送一張卡 他們已經有個心意在 如果你真的要送一些貴重的東西 他們都非常喜歡一些民族藝術的工藝品 例如是花瓶 例如是畫 又或者是一些民族特色的陶瓷 甚至乎有中國特色的東西 他們都是非常之喜歡的 如果外出吃飯又有甚麼餐桌的禮儀呢? Hello Can I order something please? A few moments later 咦? 為何還沒有人過來呢? 其實在英國去餐廳吃飯 都是非常之有學問的 因為跟香港是非常不同 香港吃飯就是 叫待客人過來 給你一個餐單 看完就再叫他們過來 你一進去餐廳 就不是自己去檢位坐 是由他去大位 帶到你去那位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菜單 給你菜單 看完之後 就不要馬上叫客人過來 我想點甚麼菜 我想點甚麼 他們不會理你 也覺得是一個很無禮貌的一件事 這裏的做法就是 看完菜單之後 就要合上你的菜單 他就知道 看完菜單了 他就會過來幫你點菜 如果你一直都不合上菜單的話 他就覺得 你一直都沒看完 他就不會過來 你就不會覺得 他們的服務做得不夠好 他只是想給你多點空間 多點時間去選擇 所以下次你去餐廳 去叫送食物的時候 就記得看完菜單 就合上 然後等個試應過來 去幫你點菜 另外英國人 都是非常注重餐桌禮儀 例如吃東西的時候 他們都盡量不會說話 亦都不會放電話在旁邊去吃 很多時候吃東西 真的認認真真地吃 吃完才去說話 因為他就不想抹大口 我這樣吃東西 然後被人看到 裡面吃什麼東西 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接下來就是講一下 英國的一個預約文化 要預約的所有東西都 講一下 例如普通的見朋友 這裡都會提前 去告訴你的朋友 提前通知對方 如果你某某言去上去別人 別人就會覺得你很討厭 另外一件事就是 盡量有什麼事 都在晚上10點之前 去告訴別人 或者跟別人聊天 盡量不要11點之後 才打給別人 因為這裡英國人 比較早睡 如果你11點之後 才打給別人 別人就以為 你有什麼緊急的事 去通知別人 另外其實很多事情都要預約 例如看醫生 展法 就算連平日去餐廳吃飯 都一定要預約的服務 有些餐廳 是要給你預約的時候 要你給一個費用 如果你是沒有取消 或者太遲取消去的話 都是要你給一個取消的服務費用 大家這件事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想在英國認識生朋友的話 就記住在酒吧裡認識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英國有一個酒吧的文化 英國有非常之多的酒吧 真的數都數 可能有幾萬間 因為英國人很喜歡住在酒吧的旁邊 就方便他們每天去酒吧裡聊天 跟別人社交一下 輕鬆一下 這樣 他們就可以忘卻他們的煩惱了 大家不妨可以去酒吧裡認識朋友 大家要留意的東西就是 英國也有一個叫做女士優先 Ladies first的文化 因為他們非常紳士 所以如果你到酒吧裡認識朋友 認識女生的話 你就要記住要幫別人買賣飲 如果你是沒有這樣去做的話 別人可能會覺得 這麼奇怪的這個人 因為這裡一般人 都是會幫朋友 都不一定是女生的 朋友都可以幫他們去買賣飲 去請他們喝飲 都是一個請人喝飲的文化 對了 buy a round of drinks 他們就會這樣去說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